视线转向莫斯科 两年一度的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 18号在俄罗斯莫斯科郊外的 如科夫斯基市拉开了帷幕 米格35列互座无人机和千牛星重型无人机等 首次参展成为本次航展的亮点 本届航展吸引了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 790多家航天航空企业参展 作为举办方 俄方展出的空军及防空武器装备 总数超过160种 除了最新研发的MS-21可及 俄罗斯还展出了多款新式军用航天器 其中就包括首次公开展示的 米格35多功能战机 此外俄罗斯猎户座无人机和千牛星重型无人机 水路空三七交通工具 容源等军用装备 也是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当天俄罗斯勇士和宇燕特级飞行队 进行了精彩的空中展示 除了苏34米26等经典机型外 最新的T-50米格35战机也加入了飞行表演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开幕式上致辞说 莫斯科航展已成为发布业界最新研发成果 和先进设计创意的著名国际航展 他为海内外研发专家 工商界人士分析业内需求 研判发展趋势提供了重要平台 普京还表示俄方期待在开发太空 研制新型远程干线客机等重大项目 与海外伙伴开展互利互惠合作